我叫安景玉 上一世 我老公炸死 给她开假死亡通知单的 正是我的好闺蜜 黄可卿 对不起 我们已经禁了 当我看到死亡通知单的 仿佛天都塌了 迷迷糊糊中 我喝下了一杯黄可卿递过来的水 喝口水吧 然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 出现在我面前的 是追债公司的人 我破产了 所有纸层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包括我的一个圣 此后十年 我只能以剪破烂为生 但没想到 有一天 我竟然还能再见到路平 老公 十年不见 你怎么像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呀 你没死啊 怎么碰上这个贱人了 真是货气 别这样 人家可是咱们的恩人呐 你的车子 还是拿人家的腰子换的呢 对啊 金月 谢谢你的腰子啊 哈哈哈哈 鲜子 你们都是鲜子 我跟你们拼了 什么啊 贱人 弄脏我的车了 怎么找死吧 我看你是另一个腰子 也不准那样了 鲜子 鲜子 你们这群畜生 即使轮回百事 我也要与你们不死不休 今天是2014年 7月3日 请报一条简讯 最近应难成火葬场听功 导致北长火葬场火化 需要排队 给大家在来 十年前 我重生了 这一针 能让你休眠很久 你就当睡了一觉 醒来 一切就都搞定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敬礼了 静玉 静玉 你怎么了 该不会是承受不住打击 傻了吧 上一世 我把你当成 你却联合陆平欺骗我 这一世 我要你们一个个都付出代价 一切就从你开始吧 我不信 陆平 你起来 你先下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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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玉 锦玉你别这样 陆平已经走了 我老子 他根本就没有死 陆平 你先下陆平 我让你起来 锦玉你别这样 我让你别抽烟 我让你别喝酒 你起来 你起来 锦玉别再打了 再打人打坏了 你傻看 我 你要打你就打我吧 好 正有此意 我 thought我满路 你死了 你怎么办 我别过来 你怎么办 我闹路 我把你闹路 你遭陷队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我 我 我闹路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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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齐悦 齐悦你先起来 齐悦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人死不不生 我们还是得向前看 你说是吧 水 上一世就是喝下这杯水昏迷过去 醒来就失去了一切 看来 就是这杯水有问题 可亲 刚才是我失去理智了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死绿茶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没事 我们是好闺蜜嘛 而且你老公刚死 我都可以理解的 你先喝点水 来 姐 赶紧喝 这水果然有问题 好 我冷静一下 可亲 现在陆棚死了 我就给他拉去火葬场 火化了 好 什么 火化 你因为邓阿姨 你不能让邓阿姨 看都不看都最后一眼吧 不用了 我不允许我的老公发烂发臭 他必须体面地离开 至于我婆婆 让他去火葬场 见他最后一面吧 不行 不行 哪位需要火葬啊 这个 好 好 这位女士请您让开一下啊 不行 反正今天有我在 谁也得想把他带走 是我老公 是我老公 你凭什么反对 我不管 反正今天谁也不能把他带走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干什么 肉瓶身是我的男人 死了也是我的死男人 自作自受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把人拖走吧 好 喂 妈 韩锦玉那个贱人 把陆平送进火葬场了 快啊快 对啊 天气炎热 尸体放久了会发臭的 而且刚才我看报道说 火葬场现在要排队 我现在先去排队 不是不是 金玉啊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可以处理 不用 她是我老公 她的后事 我来处理 金玉 喂 是火葬场吗 我老公去世了 需要火化 你们就在负一层啊 那你们上来六楼吧 不是金玉啊 你来真的啊 不然呢 不行 我不同意火化 陆平 为什么不能火化 反正 反正就是不能火化 难道 她没死啊 她当然死了 死了就应该拿去火化呀 不行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 难道 你开的死亡证明 是假的 我 当然是真的 是真的 为什么不能拉去火化 哎呀 金玉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别着急火化 陆平 为什么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 不是因为 因为我 你因为邓阿姨 老公 你猜 我们到哪了 火葬场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知道你没死 但没关系 我成全你 让你争死 不用感谢我 这是我作为你老婆 应该做的 你诈死 我假戏争作 大家礼尚往来 合作愉快 安心去吧 我会争取在你的镇静剂消失之前 把你火化掉的 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 啊 别个人都拦不住 还把我儿子 送到这么灰气的地方来 我告诉你 我可就这一个儿子 他要是一个塞杀了 我给你 我给你骗命了 邓阿姨 阿姨 您先别着急 最近火葬很人多 需要排队 我们现在去聘势景阅还来得及 找我们家开去 啊 你不是说 要排队 这么一下子撩到我儿子了 啊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班长 不能追 我们总是你火灾 你们不能火爆我儿子 节语啊 陆平不是刚送来吗 这么快就到他了 我怕陆平尸体发臭了 就花钱加了个塞 怎么了 不行 我是不能活化 就不能活化 谁要活化我儿子 我给他拼命 给我个理由 我是他妈 这个理由够了吧 对对对 几月就听阿姨的吧 妈 我是陆平的合法妻子 她的第一负责人 她的后世 我说了塞 妈 我这不也是 为了陆平着想吗 她现在离开 还能完完整整 没有任何瑕疵 你应该 也想让她走得体面一点吧 阿姨 我说几月啊 你就看在 我这么大年龄的面子上 让她再多陪我两天 好吗 我就这一个儿子 对对对 陪你两天又有什么用呢 陪你两天 难道 还能活过来 你们到底还活不活化 后面还等着排队呢 要要要你稍等一下 妈 你看 这大家都等着呢 推进去吧 不行 我不同意 你给我滚开 妈 你冷静点 陆平已经死了 对啊老人家 人死不能复生 你得慢慢接受这个现实啊 而且 这影响我们工作呢 不倒退 我就这一个儿子 让他多陪我两天 妈 你为什么执意不让我火化陆皮 这里面 到底有什么引擎 说不说 再不说 我就要让人 敲致执行了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给我退 不要 我儿子手动了 我儿子动了 他真的动了 他可能只是展示了假死 可不可以再等等就活过来了 对 假死 我看是炸死吧 还有这种事 真的吗 假死这种事情虽然比较罕见 但是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你不是已经开了死亡证明吗 没死是怎么回事 死亡通知书 是假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不就得了 况且 我花钱加勒塞 要是人真的活过来 这钱 不就浪费了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心想这地钱 现在关乎着我儿子的生死大事 这地钱能比的吗 妈 人死不能复生 我都接受这个现实了 希望你也能早点接受这个现实 听我推 不能推 我是他老婆 听我的 给我推 我是他妈 听我的 不总推 把他拦住 我来 不能收呀 真的不能收呀 不能收呀 不能收呀 我儿子他个子是家子 这人都在说胡话了 来放人送黑放人 可以理解 是吗 尸体烧掉 人病清醒的 敢炸死 我让你真死 陆平 一路走好 他竟然真的想画陆平 他不能看 不难上 不难上 不难上啊 不难上 不难上啊 哥 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 我的平安呀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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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PHIL 我用你 炸信 去炸 江哈 黄可婷 妈 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吧 陆平 他回不来了 哎呀老人家 你冷静点 他可是你儿媳妇呀 黄可婷 快报警 报警呀 把这个杀我儿子的袖手 抓起来 出人命了 完了 不 不行 我绝对不能承认死亡通知 说是假的 不然 我肯定会被判刑的 我绝对不能承认 黄可婷 是你看你家死亡证明书 快告诉他们 我儿子还活着呢 你说啊 什么 死亡通知书是假的 那刚才烧的 岂不是活人 我没有 我告诉你 你别乱说啊 陆平是真死 我看死亡通知书是真的 你个贱人 你贱人 你贱人 妈 你别气得说胡话了 可婷 怎么可能开假的死亡通知书 那和故意杀人 有什么区别 对吧 可婷 对 对 黄可婷 是你看你家死亡证明 害死了我的平儿 我告诉你 别乱说 黄可婷 都是你出的所有主意 你个贱人 你休想拿到一份遗产 你休想 可婷 你 你怎么能开假的死亡证明 你怎么能这样啊 不 陆平是真死 我很确定 妈 你听见了吗 可婷说了 死亡证明 是真的 再说 刚才可是你 亲手按进了火花按钮 亲手 将陆平火化的 对 是你 是你亲手上次的陆平 你才是杀人凶手 好暴力 要不是你看了假死亡证明书 我的平儿怎么会死呢 等等 等等 这件事没完 Yi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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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我妈和可亲呢 火葬场 你不知道吗 他们以为你死了 就走了 连你的骨灰都没有的 真决心 火葬场 我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 你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吗 黄可亲给你开的死亡证明 你要不要看看 死亡证明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怎么会死呢 是吗 你 你当什么时候 锦鱼 你这是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别乱来 别乱来 你忘了 你现在是个死人吗 锦鱼 锦鱼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看见我们夫妻厂的份上 你你放过我好不好 你放过我好不好 你放过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 听不懂 我懂不懂 他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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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 锦鱼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他们让我干的 你开始我也没想那么干 求求你 放过我好不好 出了事 就是他们让你干的 你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陆平 你真是个畜生 是谁陪你风里来雨里去 吃炕烟才陪你唱烟 是谁每天打五分工 好几父母遗产 都要支持你唱烟 是我 是我 确实是我 现在 你不惜装死都要来骗我 为什么你告诉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 你别再打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行 我给你钱 离婚 开场四六分 我四 你六 你退着 怎么样 啊 啊 啊 三七 三七 啊 啊啊啊 二二八就行了吗 啊 啊 安静云 你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你到底想要多少 难不成 你还想让我尽神祝福吗 那你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你是因为 我不敢是吗 你要干嘛 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什么 汽油 你想干嘛 你猜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你送进府盘 是因为我不敢吗 不 是因为我要亲手送你上路 喂喂喂 别别 我很好奇 你到底看上黄可卿哪一点了 受死吧 渣男 受死吧 渣男 受死吧 渣男 杀 住手 放给我肉杀的我杀他 我杀他 你要是杀了他 我等他两个亿怎么办 啊 啊啊对对对 五爷 我要是真死了 那两个亿可真没骗 我嗨你的 新路的 你他妈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啊 老子的田姐敢去 五爷 五爷 你们钱 我一定会花你 那钱 对我存在一张 你们张 卡就在我楼里 是这个吗 是 就是这张卡 这张卡里有十里 我送我的钱都在里面 只有我在直系亲手在那里 告诉你 你要是敢骗老子的话 我现在就把你推过去画脏了 你去取钱 这里 我来看着 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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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脱了 谁他来 之前我跟你做点利息 放个把子打 接下来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五爷 钱我已经拿到手了 两个亿打在你账户上了 至于那三千万利息 你自己找黄可卿拿吧 谢了 我欠你个人情 把人看住就行 上一世 被你们欺辱致死 这一世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陆总已死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九天集团的新任总白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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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公司管理层都在这儿了 不要叫我夫人 以后都叫我安总 从今天开始 我担任集团总裁 谁赞成 谁反对 谁赞成 谁反对 安总 我们都举双手赞成 您担任总裁 好 既然这样 小玉 你记一下 我要做三个部署 第一 全力回购公司股票 提升股价 待会儿我会打十个亿 到公司账上 第二 封存所有财务数据 找会计事务所 来做全面审计 第三 找人事部 到会议室开会 我要调整公司价格 说到 我即刻去办 那个安总 您刚才讲的 将十个亿 住了公司账户 是真的吗 我会拿这种事 开玩笑吗 十个亿这么多 虽然公司的危机 是解除了 但是你们也不能闲着 要是做不好 就收拾东西滚蛋 我们一定听从 安总的安排 全心全意 打理好公司 黄可卿 邓秀方 钱都被我拿走了 你们该急疯了吧 邓阿姨 陆平的死 都是因为安启玉 那个贱人 和你和我 都没关系 对 都是那个贱人的错 我一定要是他 付出代价 让他付出代价 是早晚的事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陆平 匿名账户中的钱 取出来 哼 该害死我的平儿 我一定要让他 生不如死 不过取这遗产之前 我们得商量一下 怎么分 当然是误封 我爸 你二 我爸 你二 不行 我是陆平的亲妈 我至少 也分五成才行 你别忘了 我这可是有陆平 唯一的骨肉 现在陆平死 只有我儿子 才能给你们陆家延续 唯一的乡户 哎呀 可情啊 你看 我都这一把老骨头了 就算是把那些钱 全给我 我也用不了多少 我入土之后 这些钱呀 还不全都是我孙子的 你说是吧 哎呀 好像是这个道 好 那就五五分 好 咱们现在就去洗钱 走 快走 什么 没了 钱没了 钱呢 没了 全没了 你逗我呢 你不是和我说这个钱 只有陆平的直信金属 能取出来吗 钱没呀 不是你取的孩子是谁 你要不要 别跟放口牙咬的 我说没去就没去 你放闭 我告诉你就是想通通财产 我认为你 今天必须把钱包吐出来 今天必须把钱包吐出来 据本台记者会报道 原本已经准备宣告破产的九天集团 突然注入了十亿资金 早期 他哪儿来的钱啊 好呀 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贱人提前把钱一起走了 好 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你走呀 手续都办好了吗 都已经办好了夫人 嗯 都办好了安总 你把最近的账单拿给我看一下 这是公司最近的流水 请请公布 按照我说的做 半年之内 我们必须把九天集团的市值拉上去 我是陆田他妈 命令立刻马上把公司画出我的名下 老夫人 现在公司已经是夫人的了 他是总裁 如果您想要执掌公司的话 必须要他同意才行 你说什么 他什么时候成集团总裁的 陆总确实写亲自命令的 而且资料也还 他人呢 我要见他 不知道 新做怎么了 赶紧给他打电话 安景玉 是不是你把钱取走的 有什么事 明天下午三点再说 我现在很忙 安总啊 这次真是多亏了您啊 我才能拿回我那两个季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次我来找您 是有一个项目要跟您合作 什么合作 我在东边郊区新开发了一个项目 价值三十个亿 不知道龙武爷有没有兴趣 我想知道为什么选我们顶服公司 一来顶服公司实力雄厚 有资格和我们九天做合作伙伴 二来九天刚恢复元气 有很多公司会觊予我这个项目 所以我想少些麻烦 五爷您应该明白 好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答应 不过我要五成好处 可以 好合作愉快 有什么事明天下午三点再说 我现在很忙 合作愉快 他把电话给我挂了 说有什么事明天下午三点再说 这个该死的贱人不行再给他打过去 今天说什么也要把公司和钱拿到手 您好 您拨量的用户暂时无法 安静老 这个该死贱人 要是等到明天 我一定要让他吃不了都吃走 我现在就去安排 明天之后 九天即 必须是 安静玉 今天我们来呢是想和你聊聊陆平的遗产问题 你说陆平的遗产必须给我和邓儿 没错 你必须净身出户 而且不能担任俊天集团的总裁 还没这个资格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 而且 执意要火化他 你是杀害他的罪魁祸首 妈 我火化他 合理合法 你忘了 可卿 可是给他开了死亡证明的 我说过了 那是假的 不幸 文文可卿 现在马上把公司的公众给我叫出来 会 那是失误 陆平根本就没死 我呢 只认白纸黑字的死亡证明 另外 是你 亲手安下了火化按钮 你什么意思 是你亲手推陆平进的火化厂 现在反过来怪我呢 是不是早就知道陆平不是正死 而你 故意假戏争作 好清偷他的财产 啊 我不知道呀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废话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如果今天你愿意净身出户 那我就不报警 不然 我一定会指控了故意杀人 你们俩为了遗产 还真是无所不用袭击啊 可以 如果你们想报警的话 请随意 请随意 好 安静月 陆平的遗产我可以分给你一步 但大部分 必须留给我 哦 话都聊到这儿了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我和陆平 有一个孩子 他是陆平唯一的骨肉 只有他 才有资格继承九天集团 自成副业 理所应当啊 对呀 可清 为我们陆家添加鲜火 而且啊 还是个男孩子 我想你 这肚子一点都不争气 不能为我们陆家传宗接代 你现在 马上 把集团给我叫出来 九天集团有如今的规模 我有大办功劳 没有我的劳心劳力 集团在陆平手里早就垮了 不是我苦苦之称 集团早就暴零了 哪还有今天 想要硬抢我公司 做梦 安静月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交也得交 是你亲手杀死陆平 你没有资格拥有九天集团 闭嘴 我把你当闺蜜 你呢 处处被刺我 和我老公生孩子 现在还要来抢我资产 黄可欣 你还要脸吗 你少在这儿炸炸糊糊的 爱情月 最合我一次 你到底是 交不交出公司 陆平刚死 你们就在这儿规划财产的事 像你们这种货色 公司要是交到你们手里 早就被人吃得一干磨尽了 我在最后说一 九天集团 我不交 你不交是吧 把公章还给我 现在集团公章在我手里 整个集团都会听我的 你今天必须尽身处 听到没 集团已经不属于你 你赶紧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怎么 软的不行 就来硬的 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 在这九天集团中 能把这公章抢走吧 你少来低头 集团的高层管理 他们只认公章 现在的公章在我手里 这集团就是我还了钱的 你如果识时误 就把这份转让行李签了 不然的话 我就让集团的保安帮帮你了 这核桃 我不签了 要想来应当 大可试试 我看你这个贱货 还真是不贱关才不落泪 爸 把这个搞乱集团秩序的人 给我拖出去 我说啊 大家都是文明人 怎么能说动手 就动手呢 五爷 你说是吧 黄女士 你说是吧 黄女士 五爷 您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 安女士 路上有点事了 干我了 五爷 你来的真是时候 你 你还请老五爷过来 五爷 安静玉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什么 双倍 你都要卷老子两个一跑路了还双倍 中奖老子是傻子了 啊 中奖 我听你 好好跟你说话 你不听 非要给老子动手 反贱的东西 安总 以后记者 处理要账 要文明 文明帮 回去吧 你们现在 已经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了 安静玉你别太得意 我这可是有陆平唯一的亲生骨肉 就算上了法庭 你也占不到便宜 是吗 可是现在陆平已经死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的儿子和陆平 是亲生的血缘关系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怀疑 你随便找了个孩子 随便打了个幌子 来分陆平的财产 我很好奇 我老公一直忙于工作 连家都很少会 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 黄可卿 你要找 也找一个可信度高一点的借口 安静玉你放屁 没想到你是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你连陆平的亲骨肉你都不认 你这个女人 心思真是歹度到了极点 你这个女人 心思真是歹度到了极点 我老公一直忙于公事 虽然不经常回家 但是她为公司弹尽节律 鞠躬尽瘁 而且我们俩感情非常好 她为人也十分踏实 怎么可能跟你沆瀣一气 不是安静玉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啊 陆平说她只爱我一个人 她亲口和我说的 而且她还说了 把你拆了之后 所有的财产就都是我的 所以你是奔着她的财产去的 对吗 我是为了她的财产又怎么样 我有陆平唯一的亲骨肉 那些财产是我应得的 怎么会 为什么 黄格金在骗我 不 不 你应得的 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就相信你 也别拿孩子说事 万一是她喝醉了 把你认成我犯下的错呢 看起于你造屁 你要证据是吧 往来的聊天记录都已经刷 就连给的钱也是现金 该死 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 你不是说陆平很爱你吗 证据呢 你拿出来呀 拿不出来是吧 我不管 今天这个财产 你必须给我 那是我应得的 还有我的 你要是不妥协 我们立马就去报警 就算是鱼死瓦破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你笑什么 我只是觉得可悲 你是陆平的亲吗 他昨天刚死 你今天就要来分财产 还要搞得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就一点 不顾及他死后生育吗 我妈现在骗我 我妈也在骗我 陆平哥哥 我最爱你了 和安景玉那个黄脸婆离婚 和我在一起 好不好 现在还不行 等安景玉那个小贱人 拿下一个重要项目 我们再慢慢计划 到时候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埋什么 嗯 真的吗 你竟然 你竟然真的被简玉说中了 我可亲 你这个贱人 贱人 我对不起你啊 请玉 我不敢听那个贱人的话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诺平是我的亲儿子 但是他现在死了 我总得分点钱 拿来养老吧 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九天集团这么打的态思 你一个人扛不住 我可以替你当这样 公司之前水深火热的时候 不见你们帮忙 反而怪我没有处理好公司的事 现在公司蒸蒸日上了 你要跳出来说掌管公司 是不是太虚伪了 这件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不好 我劝你啊 还是想清楚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陆平的财产 我一番都不会分给你们 但是 你们养老的钱 我是会尽义务的 不行 我的儿子是陆平的私生子 他有权利拿到遗产 你无法证明 他是陆平的亲生儿子 什么意思 站住 我能证明 他是我的孙子 只要我带他去做亲子鉴定 就能证明 他是我儿子的主 你们还想的真是天真 隔代亲子鉴定 是不被法律承认的 明白了吗 现在的你们 根本没有办法 从我手上拿走陆平的一分财产 只要你愿意 给我们封财产 我愿意保证 从此之后 再不提陆平的死影 这样大家都平安无事 哦 所以 你为了财产 可以放下沙子之仇 是吗 你少在这儿有的没的 你就说同不同意 我当然 不同意了 我明明可以一个人全拿 凭什么要跟你们分 你 你这个贱人 这个贱人 这 这下怎么办 什么办法都用尽了 他还是不愿意拿钱出来 这个贱人 这个贱人 你们从我这里贷赌的两个亿 本金安总已经还了 可是那三千万的利息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还 五爷 那个贷款人 写的是安景玉 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了 是啊五爷 这三千万的利息 你找安景玉 他有钱的好 对 我早就料到你们分赖贱 他怎么救你救我 平 平 你们把鱼是怎么样了 你们把鱼是怎么样了 不说 你他妈欠老子钱 还敢对老子多少是吧 我告诉你 那三千万的利息 差一分都不能少 要不然 你就等着替你儿子休息吧 五爷 五爷 我求你刚才坏手 我没有那么多钱啊五爷 你帮我儿子 没钱 我不信 就算你没有 难道他也没有了 比如 什么死亡保险之类的 想想吧 我相信 你们会有办法的 总之 三天之后 我要是见不到钱的 我就等着替你儿子收尸吧 别怕 不要 我的孙子 妈 你给陆平卖保险了 我身买了点 那也不够啊 还差两天多晚呢 是 我们还能什么办法 我还要另外一张 这是 你都听到了吧 你妈 你的情人 他们在乎的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你的财产 陆平 你觉得可笑吗 你把爱你的人亲自推向深渊 去拥抱一个只看你财产的白眼吧 不要 你 陆先生 请你自重 我以后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 明白吗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是人 你原谅我 我也是一时被鬼迷心敲了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别演了 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我还需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办完你就可以走了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 什么办法你说呀 你去自首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让我去自首 现在的情况 你也清楚 你要是不做出点牺牲 这钱我们根本没办法拿到手 不可能 我开假的死亡证明 跟跟我杀人有什么区别 到时候我工作丢了 我还要进去蹲着 我拿你的财产有什么用啊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让我进去 然后你独吞财产 是不是 我孙子还在午夜手里 我拖那么多钱干什么 那你这是干什么 可卿 你去自首 就说 你是斩断失误 误以为病人已经死亡 所以开了死亡证明书 最后发现 病人并没有死 想再次使旧的时候 发现 陆平已经被那个安静域 火化了 再说 你怕什么 杀人的又不是你 只要你愿意去自首 这财产的巴扯呀 多为你 你说真的 哎呀 我一个老太普还能骗你不成 真是的 那 那你确定吗 要不 我们找个律师问了 好 走 那个 陈律师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 给我一个病人误诊 给他开了死亡证明 但是他 还活着 还被活化了 我想问一下 我要是去自首的话 能不能从宽处里 你这个是因为 不准开除了死亡证明 导致了病人 被家属火化了吗 这个属于重大医疗事故 啊 那怎么办啊 陈律师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死 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里面 啊 先别着急 这位事故呢 我也是处理过 首先 我问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不是主观意识上 想杀死他 没有 第二 当你发现物诊后 有没有做过什么 補救措施 有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 你是物诊之后 发现了自己的失误 想要尽快 弥补自己的失误 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最后啊 对方不相信 强行将被害人 虎化而亡 最终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是吗 我也就是这样 我们都劝了他不停 是他非要这样做的 怪我们都怪他呀 哦 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问罪 他是主则 你是次则 再加上啊 由于你在发现物诊之后啊 有想办法 做出弥补的行为 你的罪责呢 会再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啊 也不会判太重 不过嘛 你的工作 肯定要多了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我问一下 那个师父的人 他能继续 找我的遗产了 啊 师父杀妻的人 是不能继承 被害人隐藏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辛苦了 好戏 终于要开始吧 总裁总裁 不好了 不好了 你快看呀 包包张张 干什么 这个黄可卿 他去自首了 还在网上公开道歉 他说他给陆总 是误诊 说是开诉了死亡证明 他说你也是杀人犯 这件事情已经冲上热搜了 您说这怎么办呀 总裁 你 这都火上眉毛了 你怎么还在笑呀 这件事情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它对您的声誉 可是极大的影响呀 弄不好 您还有坐牢呢 热度高呢 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 你再去找点人 再填把油 让火烧的再旺点 今天 务必让这件事 重到热搜榜第一 啊 总裁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让你去你就去 记住 上热搜榜第一 做到了 给你发五十万奖金 做不到 卷不带走人 好的总裁 这件事情 我一定办妥 烧吧 烧吧 让火烧的再旺点 越旺点 哈哈 哈哈 你看 这件事情 你就上了热搜 已经越闹越大了 那是 你也不看看 是谁出的主意 一股航门是非多啊 我说陆总怎么突然死了 原来是 我刚看了一眼 九天集团的股票 在迅速下跌 安景玉真狠啊 明知道陆总还活着 却一直要坚持 安景玉故意杀人 心狠手呢 必须要受到法律严惩 让他偿命 安景玉 安景玉 这下我看你怎么玩 外国给我滚去做老板 他打电话来了 别借 那电话呀 多享用 喂 安总啊 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 要做什么呢 黄可欣 算你狠 这次我认栽 安景玉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认输了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跟我玩很 还弄了点 我连自己儿子的死活都不顾 他拿什么给我比 他现在一定手足入措了 赶紧把他约出来谈条件 然后把我儿子救出来 别照顶 让警方和他好好聊一聊 给他们聊完之后 我们再找他去谈条件 把他心里的防线 一点点击垮 这一次 我一定让这个贱人 永世犯不了声 安总 您这场戏的前奏 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是不知道 您什么时候收尾 这两份文件 一份是邓秀芳的骗保证据 另外一份 是由于旅情顶费 政府乐定我们的 情供通知 安总 您要是再不收手的话 我恐怕要和手下的兄弟们 都去喝西北风了 你们自以为是的杀招 在我眼里 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黄可卿 邓秀芳 这灯红酒绿的城市 就是埋葬你们最好的坟墓 万事俱备 枕装带发 安静玉 你这个贱人 给我滚出来 开始吧 安静玉 安静玉 故意广化你老公 故意就是为了争夺财产 心思在足 今天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 安静玉 你这个蛇险心肠的女人 你好歹毒呀 你为了点钱 你自己往后都能杀害 你还是人吗 你还我儿子面了 你还我儿子面了 安静玉 你知法犯法 大厦法律一定会对你严惩不淡 严惩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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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呢 好你个安静玉 到现在你还敢讲评 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里面 就是你安静玉 亲手推陆瓶 禁火画场的证据 怎么样 这个证据 够了吗 安静玉 你这个蛇险心肠的女人 你该死 你该吓死吧 在地狱 安小姐 请和我们走一趟吧 这位同志 可以稍等一等吗 让我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开完会 我就和你们一起走 可以吗 让他们出来吧 安总 请问你为什么在明明知道自己老公没死的情况下 却依旧将他送进火画场进行火画 安总 是否正如传言中说的一样 你的老公和你的闺蜜搞在了一起 你是处于打击报复 都说是你杀了 陆总 犯下伤人罪 你是一时冲动 还是蓄模已久 第一 我把我老公送进火画场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还活着 第二 传闻只是传闻 我和我老公十分恩爱 失之不渝 不像传闻中所说 他和黄可卿有一腿 第三 我不是故意杀人 也并非蓄谋已久 这一切 都是黄可卿和邓秀芳的阴谋 好啊 很紧愿 没想到你到现在还紧愿 你还是不承认是你新手杀的路平 是吗 是你开的死亡证明 我把我老公火化了 有什么问题 是 死亡证明是我开的 我承认我失误了 但是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呀 你们说误诊就误诊 人命关天的大事 谁信啊 我承认是我误诊了 但是你明知道了误诊 还亲手推路平静谷化间 你这是故意杀人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误误诊 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也能失误 我完全没办法理解 我承认是我才输血浅 发生了这种事 我愿意主动辞职 接受法律的裁决 该罚款罚款 该坐牢坐牢 但是你 也应该接受法律的审判 该以杀人罪论处 该枪毙 对枪毙 枪毙 我怎么就杀人了 就算按照你的逻辑 那也是因为你误诊在先 才导致了路平的死亡 这才是主因 而我 只是基于你的误诊 才做出了误判啊 阿基鱼你别装了 你明知道我们的诈死计划 假戏真做 你为什么敢做不敢认 哦 所以你终于承认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狗屁误诊了 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是 我是开架的死亡证明 但我们顶多算骗人 而你算杀人呢 这一些都是你们设计的吧 是又什么样 诈死脱身 转移资产 这都是我们计划好 但我们顶多算蓄意诈骗 而你假戏真做 你这是故意谋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从小到大 你哪样比得过我 家境不如我 长相不如我 你凭什么现在过得比我好 这怎么这么公式 就凭我比你聪明 比你努力 比你更强 我就该过得比你好 所以你自己混得不好 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当小三 明目张胆的伙同我 丈夫炸死来骗我 害我吗 是又怎么样 我跟你老公好这么多年了 你到现在都没发现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可你真的爱他吗 爱或者不爱 就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不会设这种局 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意外 出现这种意外怎么了 出现这种意外不好吗 是你亲手生死的物品 你就不能继承遗产了 是吗 即使我这个合法的妻子 没办法继承 那你这个非法的小三 也没办法继承吧 是 我是不行 但我儿子行 私生子也有权继承遗产 原来 你们还有个孩子呀 对 还请我们的孩子们从三岁 黄可卿 你这不要脸的嘴脸 真让人恶心 不管怎么样 现在你杀人了 遗产就是我们了 是我黄可卿赢了 是我赢了 真的吗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真的吗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黄可卿 你不是说 我把把瓶杀了 但他现在 可是好端端的站在大家面前 重大转折 重大转折 被安静意拉去火化的九天机团队 和陆平 居然出现这个公众事业上 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陆平 你没事 我不要让他博士 陆先生 邓女士 王小姐 你们有重大片榜嫌疑 请跟我们走一趟 做女人 绝不应该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助爱人的高知炫耀自己 必须是他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他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处在云里 一起分担寒潮 风雷霹雳 一起共享雾哀 流浪 霓虹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 才是伟大的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